饼干的类是一路来都不可以回收的东西 聆听回收商的声音 更清楚塑料分类再回收的价值 马六甲慈济环保组邀请塑料回收商 亲自来进食堂和志工交流 塑胶类的回收它的品质太多了 我就希望每一个站就会一起努力 跟今天我们的回收商的指示 努力的就会把这些缩胶类分类好 我刚才讲不可以的东西 他们就尽量丢掉 他们都分到我OK 巴西的全部都分类到给我很好 他们有些他们故意的可以问我 都会一下子就回复好了 想问明带可以收吗 明带可以收 还有巴西白头还有logo我们要剪掉吗 认真听课低头请做笔记 志工勇约举所发问破解最塑料回收的笔诗 我会带回去学校教那些小朋友 然后我会带回去社区 每一次当小朋友来问我说 我要到处去找人 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学到很多 然后我回去我就可以再教更加多人懂 其实就是要更清楚的了解 尤其是像一些本来是不可以回收的东西 现在会变成可以回收 因为我们是尽量做到说 把那个垃圾尽量减少到最底 我还是鼓励 主员多一点了解 尽量把它分到彻底一点 减少那个垃圾的分量 环保清静在沿头 把垃圾分类好 一起守护环境 正上美之工 王福原 马来西亚马列甲报导 有可能他们的